红袖与掌柜见状 当下松了口气 也不再做久留 更无区理会那疯狗一般 辱骂的静云公主 二人快速闪身离开 头也不回地走了 行了静云公主 你别骂了 也不嫌累 紫月一副嫌弃的样子 扫了一眼气疯了的静云公主 边说边向自压小姐 请到一旁坐下 我要是你 就把自己算了 谁让你成天吃饱饭没事干 专门去害人 哼 闭嘴 你是个小贱人 静云公主 哪听得进去紫月的话 眼见红袖的人已走 自己身边再无任何人 顿时也顾不上担心害怕 转而将满腔仇恨 全都发泄出来 转移到寒江雪身上 寒江雪 你这个贱人 又是你害我算计我 老天怎么这么不长眼 你怎么还没死呀 还要留在世上害人 静云公主 我云你从来就没有任何深仇大恨 可你 却一次又一次算计我 还总喜欢派人刺杀我 不断找我麻烦 我都不曾这么恨你 你有什么理由如此恨我呢 寒江雪当真觉得好笑 压了摇头道 罢了 和你这样的人 本就没什么好说的 没有任何道理可言 今日我约你过来 不过是想彻底了结 咱们之间恩怨罢了 使那成天有人在我身边 搞三搞四 真心麻烦 听到这话 静云公主确实顿时哑了口 她怎么也没想到 寒江雪竟会用麻烦这个口气 说他们之间的恩怨 那是一种彻底的漠视 对她之前所做一切 轻视可看不起 寒江雪 你有什么可得意的地方 静云恨恨地看着她 反讽道 有本事 你被成天靠男人呢 若不是莫莉这个傻男人 护着你 你早就死了多少次了 是吗 不见得吧 就算没有男人护着我 我照样也比你墙上百倍 至少我分得清 是非黑白 变得明人心善恶 不思你一般 自作孽还不自知呢 更何况 有男人可以信赖依靠 那是我的福气 这你都有意见 当真是气昏头了吧 你 你放屁 金云公主脸都气白了 当真被寒江雪 气得不行 竟然粗口都说出来了 小姐 不要和她浪费时间了 这种人自私无耻 就算再说一千遍 一万遍 她也不可能认识错处的 她永远只会把自己的错 就在别人身上 永远的 不会醒悟的 紫月接着一掌拍下去 恶狠狠地盯着她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如此猖狂 真是 不见棺材不掉泪 不知是被紫月那一掌 和恶狠狠的胸相给吓到 还是 她最后那句话 不见棺材不掉泪 让公主瞬间明白什么 这会儿功夫 她才感觉到真正的恐惧 你 你们想做什么 她顿时往后退几步 强行忍着害怕 朝寒江雪说道 寒江雪 我可是 东明的公主 你敢动我一根头发丝 本公主 便斩你全足 清云公主 你可真不聪明 寒江雪 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道 当日 我从西蜀回来 已经放过你一次了 原本呢 你离开京城之后 只要随便找个地方待着 别再惹是生非 便什么事都没有 可你偏偏死性不改 自作聪明自找麻烦 没有这样的能力 还非得一次又一次地 跳出来害我 算了 就算 我根本没把你 当成对手 但这样的幼稚游戏 总归还是得结束的吧 你 你想对本公主 做什么 这一下 听到这些话 清云公主当真慌了 边说 边向往外跑 却被紫月一把给推回去 没用的 这一回 你走不了了 寒江雪 再一次 叹口气 赶玩这样的危险游戏 便要随时做好 承担输道的准备 明年今日 便是你祭日了 而我 不会为你祭奠的 不 不 你 你这个贱人 你有什么资格杀我 清云公主 顿时张红脸 跟疯了似的怒骂道 寒江雪 你这个贱人 你不得好死 你 一道剑光闪过 他的声音顿时中断 整个人很快倒地而亡 倒是没有承受多大的痛苦 哼 就这样死了 真是便宜他了 东霖现身 那剑光 便为他所罚 若不是大小姐 提前有过交代 依着这个恶毒女人的所作所为 他才不会让他死得那么痛快呢 人死如灯灭 寒江雪 在金云公主生前 也仅仅只是 瞧不起的末世 如今死了 一了百了 更不会有什么 所谓的爱和恨 这儿的一切 都不用再做什么吩咐了 他带上紫月 踏出茶铺 而他们离开之后 不过片刻功夫 茶铺里面 一切就恢复正常 仿佛那里 从来没有人踏足一般 而金云公主 从此在世间消失 化作一堆无名的黄土 完成了 他匆忙走过的一生 五日之后 东霖带来另外一则消息 红袖等人 分成十一对 在不同的时间段 分别走出清阳境 不过任他们再多加小心 却终究没能逃过 早就布下的天罗地网 所有讲世幸存之人 全部解决 而且 不曾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如同金云公主一般 清阳境内 曾经与其有关的人和事 在这一天 全数消失 到了这个时候 此事也算是彻底了结了 而莫莉也好 寒江学也罢 此时将注意力 都集中到了 攻下北阳县的一世上 离莫莉所说的半月之县 这剩下最后一天 明面上 他那一支所谓的精兵 已经训练得差不多了 而是记上 这些天以来 前前后后 已经有近千人之众 以各种方式 从不同地方渡过清阳河 进入北阳境内 依次潜伏下来 这等信号起 与正面进攻的人马 一起联手 攻破弱处 夺下小渔镇 占领整个北阳县 作为牧州金角的 最新前沿 入夜 军营之中 确实来了不速之客 声称要面见莫王 让人意外的是 来人正是将大麻子 身边的军师 那个秀才军师 而此人竟是 偷偷跑出来的 据说是 要洗心革面 投笑朝廷 王爷 此人可是 牧州反军之中 最重要的几个人之一 如果他真心投笑的话 倒可替咱们 省下不少力气呢 孙将军高兴不已 以末将看来 此人本就是那种 投机取巧之人 如今得知王爷清征 自是明白 大势已去 党无可党 所以才会审视 多事 临阵倒戈的 王爷 末将觉得 孙将军所言极实 此人可以说是 整个牧州乱军的智囊团 离开他的话 将打麻子那些人 也就是一个 彻头彻不的乌合之众 末将觉得 王爷可以见那秀才一面 亲自审审 若感觉没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一流 另外一个人也站出来 发表意见 不过 也有人怀疑他 可能是乍降的 怀有别的目的 不然的话 怎么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这个时候过来呢 这可是 要攻打小鱼镇的前一夜呢 一时间 军杖之内 形成两种明显不同的意见 心与不幸者 皆不在少数 争执得有些厉害 见状 莫莉似乎感觉 有些烦躁 微微皱了皱眉 抬手挥了一下 示意众人莫要再吵 雪儿 你怎么看 这个时候 也不是正规一世的时候 若不是秀才 趁夜而至 各位将领们 已经会各自迎帐休息了 而韩江雪 正好在军帐内 陪着莫莉一起 这个时候 也没有刻意回避什么 一听莫莉主动地 询问韩江雪 两遍将军们 也不敢有谁 有任何意义的 这些天 韩江雪偶尔的 也会出现在意识场合内 而莫莉 也会如现在一般 询问她的意思 韩江雪时不时地 总能给出一些 极为重肯 而实用的意见 很适合莫莉心思 最开始 不少人都觉得 也许是韩江雪 最了解莫莉 所以 对猜测莫莉心思 并不困难 能够得出那些 看似不错的建议 也还算正常 可慢慢地 大家才发现 韩江雪 所思所虑 压根不是单单地 冲着莫莉去的 明显说到了 他们的心里去了 特别是浅浅 对占领北洋之后的 一些首要事宜 韩江雪分析的 简直是一针见血 也正因如此 所以将领们 更是对韩江雪 敬佩起来 下意识地 将其当作了 他们中的一员 再也没有谁 会有轻视女人的想法 听到莫莉询问 韩江雪心中道士 不由得笑了一笑 她对莫莉 再了解不过了 就凭先前 听完禀报之后的 想法和神情 她便知道 莫莉心中 已经拿定主意 根本不用任何人 再来商讨什么 但这个家伙 每一次最后 会给足各位时间 和机会 让他们自由发言 一则 可以从中 吸引到一些 可能遗漏的地方 更好的集思广益 二则呢 当然也是一种 对将领的尊重 不然岂不成了 她独权专断了 当然 莫莉往往还会利用 这些机会 让她发表下 看法和见解 不仅是 想训练一下她 还会给她一些机会 学习进步 同时 也是有意无意地 在提升 她在军中的地位 和威信 随寒江雪 也没推脱 很快将想法 给说出来 依我看来 这名秀才谋士 无论真详 还是假详 直接杀了就是 无需太过纠结 为什么 孙将军脱口说道 而后四十 感觉语气 有些不太好 忙又补充道 哦 墨将有一些 想不明白王妃的意思 还请王妃能够详细解惑 换作以前 她哪里可能如此态度 向女人请教 军事上的问题呢 其他人自然也看向 含将雪 下意识地等着解惑 含将雪 微笑一下 态度很是亲和 其一 木舟乱军的情况 我们已经很清楚了 从这个方面来说呢 此人不再具备 什么特殊价值 其二 此人虽然是 号称整个木舟乱军的智囊团 但以他那点 出谋划策的本事 投效咱们清剿大军的话 根本比不上咱们军中 任何一个谋士 加之 品性不纯 毫无气骨 所以 论财论德 他也没有半点 可吸取的价值 其三 木舟乱军 实为汉匪 不仅会对抗朝廷 同时掐百姓 无恶不作 这种乱军 只可清除 不可昭安 否则后患无穷 其四 此次一战 为我等清剿大军出征以来第一战 杀此人记齐 倒是最好不过的孤武军心 养我军位的最好人选 这段话一出 大家纷纷点头 表示赞同 这秀才军师 不但要杀 而且 还得杀得风风光光了才是 本王一觉得 王妃之言极为在理 若仲将军 没有其他意见的话 此事便照王妃所言去办 莫黎寒笑说道 眼中满满的都是 对妻子的赞许 警尊率令 仲将军自恃 连声表态 而那个 连面都不曾得见的秀才军师的性命 便已然在寒江雪一席话中 决定下来了 这一日 大军集合完毕 血迹军旗之后 一切按照原先计划 开始分批行动 莫黎这一会儿 已经把指挥权 下放至 各将领手中 而后 与寒江雪一并 在军中坐镇 这一仗 没有太大悬念 正面进攻的小分队 成功吸引住敌军注意力 在伤亡极低的情况下 为拿下北洋县那些潜伏兵马 争取到足够的时间 带到那边玩世 信号弹燃起之时 树谷兵马 忽然从不同方向 包抄袭击敌军 小鱼镇那些所谓的严防 一下子被撕开了 几乎没有太多抵抗 便被成功拿下 而拿下小鱼镇之后 北洋县的重新部署 也几乎同时形成了 近四成兵力 快速地渡过青阳河 分别驻兵 与先前将士 会合巩固控制 另外三成兵马 继续留守青阳 作为增补 莫里带上寒江雪 和部分将领 转移阵地 很快便在北洋的新驻地 开始商讨起 下一步作战计划 与此同时 张浩成 也带上足够人手 在战事落定之后 快速进入北洋阵地 忙着他们的金矿开采 所有事情 协调无比 一如北洋原本就在 他们掌握之中一般 完全看不出 半点混乱 然而 制定下一步计划 只不过是制定而已 具体何时去执行 还是莫里说了算的 无论是为了 给金矿腾时间 还是整个青角上 需要考虑一下 接下来不可能 马上投入到 其他地方的征讨中的 不过 其他将领 也没什么意见 毕竟刚刚才拿下北洋 必要时 需要安定缓冲一下的 而头三天功夫 之前韩江雪 所提的安民政策 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百姓们主动支持于配合 更让军队们 巩固异常 而江大马子他们 更是被这战打得 忌惮无比 是时候让人 向京城递交 首战捷报了 莫黎难得 在韩江雪不在的时候 冲将领们温暖地笑着 莫黎并不在意什么军功 事情摆在眼前 所谓的军功 对她来说 半点作用也没有 李清不会当成一回事 她更加不会 连粮草军资 都要自己想办法解决 就算立下再多军功 也不过是记录在册罢了 如此简单的道理 又怎么会不懂呢 再说了 这场仗 打赢是本分 打不赢的话 最终在那边 已经罗列完毕 等待着她呢 等待着整个莫王府 所以 莫黎根本不是 替自己去领什么功 她要做的 是为那些将领们领功 对她来说 领取军功 没有任何嘉奖 还有场场战斗 不过是最佳的 实戒魔炼场 能够将她这么多年的所学 得以印证 和实际相结合 把纸上谈兵 变成为一种珍贵无比的经验 和宝藏 而清教大军之中 至少 有一半以上的将领 或明或暗的 都是忠于理清的 哪怕这会儿他们 暂时没表露出 半点不从来 但实际上 只要是 她不能想办法 把他们一一收服的话 只要理清一个命令 日后这些人 都将动摇 她对整个大军的控制权 甚至关键时刻 他们将会让她 由盛局 瞬间转入被动局面中 所以 在磨练自己 磨练军队的同时 对那些将领们 自然得有一套 不露声色的 可以潜移默化的 攻心指策 果然 听到莫黎说 要替他们写捷报 领功领赏 众将士皆开心不已 首扬结战 这整个清剿计划来说 是极富有意义的 特别在如今朝廷 和叛军焦灼之际 有如此良好势头 朝廷必定会给予 重要的嘉奖 军中文书 在写完捷报之后 莫黎令旗 在一大碟军功捷报之中 又不怎么切那几个字 将北洋的一个小金矿 半年开采拳 换成军资仪式 提了一下 而后 这封捷报 被快马加鞭地 送回京城 韩江雪 得知此事之后 闷笑不已 莫默算计李清的性子 以及对此事态度 当真是算到极致 李清不可能 如今的耐心 把那么大一碟 请功名单 给看完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